注意看,从没见过如此牛批的女人 只因自己的家乡即将迎来几个月的漫长遗迹 为了出行方便,即使是独自在家 辛苦地照养着年幼的孩子 仍不辞劳苦地准备在家门口的河流上 修建起一个连通两岸的石木桥来 原本女人婚后一直都是和丈夫一起生活的 不过,由于两家的家境都不怎么服役 刚一结婚,为了能够拥有一个舒适宽敞的居住场所 在没有什么外力可以借助的情况下 两人硬是花费了两三年的光景 亲自动手,一点点地在野外修建起了一处有房有田 珠压遍地的新居所 虽说,这样的生活能够满足两人大部分的需求 也算是十分的安逸 可生活中总是免不了各种意外 为了能够生活得更有保障 每隔一段时间,女人的丈夫还是不得不到远方 外出打上一段时间的临工 这不,女人的丈夫刚走一个多月 家里就开始断断续续地下起雨来 知道漫长的雨季就要来了 在将家里的事情料理妥当后 女人便打算抽出几天时间 好好的在自家门口的河流上 修建起一个便于出行的竹木桥来 可以看到,由于河流两岸的地面落差较大 同时也为了抬升桥面 以防止被上涨的河水给冲刷淹没掉了 女人先是在河岸两侧修建起了两个用竹筒和石头组装出来的大桥墩 紧接着女人就又在河岸的一侧 用竹筒修建起了连接地面和桥墩的桥身斜坡了 随着桥身斜坡最后一处的竹片铺设完成 紧接着女人又背来了一根长竹筒 开始在两个桥墩的上方摆放了起来 进行实际的测量了 等测量好后再根据现场测量的尺寸 对长竹筒进行一番切割加工 以制作出大量合乎要求的建材来 然后再一根根的将其摆放到桥墩上 准备搭建出河流正上方这一段的桥身结构和地板来 随着最后一块桥身面板的铺设到位 紧接着女人又在桥头的一侧以及桥墩处架设起了竹筒立杆 这些架设好的立杆则是接下来女人用来修建桥身护栏所需的竖像支撑 等立杆架设好后就可以沿着桥体的纵向 在桥身的两侧分别安装固定起上下两根水平的护栏围杆来 等桥身护栏的所有部件均已安装到位 就可以对桥身护栏进行涂抹刷漆 将其美化保护起来了 怎么样 这样的成品效果您觉得如何 满分十分您又会打多少分 欢迎评论留言